會不會很冷 來 民眾毛毛外套包緊緊 所有防寒裝備全部戴上 這些都是來健行民眾 順便碰碰運氣 看能不能幸運看到雪 因為非常冷想說會下雪 民眾賞雪撲空 但依舊不影響出遊興致 強烈大陸冷氣團來襲 全台冷嗖嗖 海拔2000公尺的宜蘭太平山 石器後更是僅剩一度低溫 遊客穿著厚重衣物直呼好冷 氣象鼠預估沙坡冷氣團 將會在19號寶島 這一波冷氣團的降雨 它的水氣的部分 跟這一波相比沒有這麼多 不過也不代表說沒有下雪的機會 兩波冷氣團接連來襲 追水族早就摩拳擦掌 氣象鼠表示 20號北部及東半地區 2500公尺以上高山有望降雪 不光宜蘭太平山 北部雪山 拉拉山 中南部的荷環山以及玉山 都是絕雪勝地 若氣溫跌破零度 加上濕度配合 就有可能增加降雪機率 那目前這兩日的訂房率約打九成 請入區的遊客要注意保暖 業者推測不少追雪族提前訂房卡位 就是想一堵下雪沒進 不過在碰碰運氣同時 也要注意自身保暖 3D新聞黃國人區道雲宜蘭採訪報導 希望你們再次請入區 HES 龍蘭採訪 在請入區為大廢 在啟動 感覺我們亦可以討論